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玩我們的英雄王國 今天是5月15日 第四天了 登錄了 那這邊是登錄獎勵 友情點數 這邊有新的符文禮包喔 五星的還有四星的 那我們可能要換這個吧 吸血鬼符文 攻擊時回復自身體力 這麼厲害 一套給你 我覺得遊戲的福利真的很多啦 畢竟這遊戲沒有裝備啊 經驗征服 我就先不用吧 先不用 然後來看一下好友 先送一下這些友情 因為那是我們每日任務嘛 一樣我們先跟著每日任務來走 然後這是委託 委託你就是有點放置掛機吧 這個之前沒有介紹 就是放置掛機的方法 然後隨著你的等級上升他會有新的可以掛的東西 然後這邊有時間嘛 像這個要8小時你就掛這個 然後他會有要求 這邊會有一些要求 這邊等級越低嘛 那我們就掛那個等級越低的 而且同樣的不可以再上 好 就8個小時 然後我現在可以執行的委託有兩個 就隨便啦 看你缺什麼 你是缺這個還是缺這個 那我想要掛這個 因為這個是基本的抽抽券嘛 我們有了抽抽券就可以吃掉那些1到3星的一些普通怪物 就可以練等 那這邊如果用戰士弓箭手法師的話他會有加成 就隨便放吧 好 這邊獲得率是67% 好 這樣我的委託就完成了 然後就有點放置掛機 放上去然後讓他們自己跑 時間到了就可以領取那些獎勵 就很一般的玩法啦 很多遊戲都會有這個玩法 那你如果不知道要幹嘛 就一直跟著主線任務走就好了 競技場 玩3次就可以解完了 競技場的話我們上一期有講嘛 來看一下 我看好像有人會建議說把競技場的那個 防禦隊伍放弱一點 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好處啦 那我把它放弱一點 就放弱一點這樣子 讓人家可以輕鬆打吧 可能是這樣啦 我覺得啦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好處啦 讓人家輕鬆打有沒有好處 我不知道 反正我的排名會掉下來吧 排名掉下來我的那個獎勵不是比較不好嗎 或許吧 因為我們看一下這個防禦紀錄 這邊是有一些之前防禦成功 大部分都失敗吧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 很積極在培養我的角色 總之輸掉的話會扣我的分數嗎 如果不會的話就沒差啊 好 假設你被人家打了 然後你這個分數不會扣 那有差嗎 你就放弱一點好了 好我先放弱一點 就讓人家打打看 好我們就先跟著日常任務來走 把昨天一些沒講的副本給講一講 一樣我大概就玩個25分鐘 那日常的話在這邊成就 有一個登錄嘛對不對 有一個抽抽券 然後你要有好友就可以送這個友情點數 然後借用好友這個我們昨天都有講過嘛 然後召喚5次 那普通召喚就你看我們已經70了 所以這個很容易獲得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就是我們的經驗值來源 那就全部跳過吧 都是基本的這種 雜魚 然後有了雜魚就可以把它吃掉 那這邊有沒有啊 沒有這邊這邊沒有 三次這個 我現在的話還是主練那幾隻而已啦 就主練那個英文然後弗雷雅 弗雷雅有很多因為他有時候會給碎片 然後就合成一隻 然後任務通關也說也會給你 弗雷雅幾乎人人都有吧 然後我就主練亞瑟跟西韋吧 我來練一下西服 跟增一下西服 吃一下好了 把它把它吃掉啦 這個可能每天也會給啊 這樣我就40等 他上限是40等啊 好MAX 看來這個三星的MAX是40等啊 沒錯 然後四星的話應該是50等 那五星的話大概就60等吧 沒錯這邊有一個等級上限 然後你可以覺醒啦 覺醒的話就需要這個東西 要去自然之遺跡去打 還有虛空之遺跡 去打就可以覺醒 覺醒之後他的樣貌 他的衣服就會變 然後這個會變紫色的 我目前覺醒的就是弗雷雅嘛 我昨天就有發現 為什麼人家衣服跟我不太一樣 就把它覺醒 然後我的這個亞瑟也覺醒了 喔亞瑟也有覺醒 OK那回來 回來我們的日常任務 我現在還沒有做抽抽啦 還不急 我現在這個鑽石 水晶先留著 這個遊戲叫什麼 鑽石嗎 喔水晶 每個遊戲的名稱不一樣 遊戲叫紅寶石 寶石 鑽石 水晶都可以 畢竟每個遊戲他們的 稱呼不太一樣 那我玩的遊戲比較多 有時候我就錯亂了 成就是一次性嘛 那沒問題 我們繼續看每次任務 這我帶有人龍 裂縫地下城 來參加一次 這個裂縫就是會有一些怪物有沒有 有人會突然發現 然後會發現一些裂縫 有沒有 發現了什麼什麼裂縫地下城 我也會發現 那就可以去打 來看一下這個問號 特定時間會開啟 然後可以獲得 這個怪物的碎片 這個 就打這兩個 小精靈跟這個 小金怪 兩個都叫小金怪 感覺長不太一樣 不知道 那特定時間嘛 然後就會隨機出現 然後好友也可以一起進來打就對了 好 那 這邊會有一些特定時間嘛 那我現在的話 普通的和活動的 看一下喔 裂縫分為通關冒險 隨時隨機出現的普通裂縫 還有特定時間開啟的活動裂縫 這個是特定時間 活動是特定的 可以打這個財富妖精 然後財富妖精主要會獲得這個 我們的錢幣 貨幣 那普通的話就是隨機出現 那看起來目前都沒有出現 我之前有時候會出現 我就跑來打 然後再不然就是 你自己在打的時候 他突然跑出來就可以來打 然後他有說好友嘛 好友也可以啊 好友也可以進入 看起來是這樣啦 然後活動裂縫有進入次數 然後會重置一次 次數的話我現在不知道 這邊有四個人參與是怎麼回事啊 看一下 他們有來打就對了 這個我好像有打一下 有點跟好友互動 那就打這個特定時間 然後預定時間還有48分鐘才會開啟 現在沒有啊 48分鐘是5點 對我來說是5點 現在是凌晨的4點多 大部分玩遊戲都是半夜玩的 比較安靜 白天的話會有很多聲音嘛 比較不方便 好 那裂縫就大概這樣 裂縫地下城我現在沒有 現在打不了 就是待會還要再打 所以這個成就也不是說隨時想解就解 還是要看一下時間 競技場我們昨天講了嘛 那覺醒溪谷來吧 覺醒溪谷在這邊 就是 我們覺醒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剛不是有說虛空遺跡 自然遺跡 才可以打這個 這個 木的 木屬性的 自然是給木的嘛 那虛空的 是給虛空的是不是 所有屬性英雄都可以對不對 這種是所有屬性 沒有分屬性 然後這就是水屬性 水火木 然後光暗 然後加一個無屬性 大概就這樣這5種 那我們回來我看我們的英雄的話 我看一下喔 我這隻英文應該就是要木屬性了吧 有沒有自然 然後這個是無屬性的 所以我要打自然還有無屬性 然後就可以覺醒 覺醒的話你就會增加基本能力值啦 就是變強就對了 那我就來打一下吧 不會很難欸不會很難 覺醒溪谷就是打覺醒才要用的 先打這個 那第六層我可能打不過 可能啦 因為它是44的 打起來很磁力 那我打第五 打五樓好了 這個六樓可能打不過 因為它是44的 而且這個怪有點硬 五樓的話我應該打得過 應該啦 反正我那些浮穩的話 就給它裝一裝 練一練應該就可以了 大部分是這樣 那浮穩我剛剛不是有收到那個五星的 那又一套啦 好我一樣是用Auto啦 你們想要手動就手動玩 沒關係 手動一開始會好玩嘛 那之後你就開始刷光卡什麼 你就會想要用自動 然後一樣應該是有兩波敵人吧 第一波第二波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喔 這邊是攻擊目標吧 我現在是優先攻擊這種有提力低的吧 或是主動打Boss 然後這邊恢復技能 一些AI啦 當然我覺得有時候AI很笨啦 敵人只有一隻你還在那邊放無敵機 你不如把它省下來 下一波再來用 但是AI不會想那麼多 AI就是能放就它就放 這個是持續傷害 速度增加 衝擊一破 感覺是它的BUFF啦 那我們這邊的呢 我們這邊沒有東西 只能點自身吧 我沒有看到我自身的狀態 好 反正我一定是贏的啦 因為這個我之前有打過 買媽的話可以讓你有續航力啦 建議還是 我覺得還是要帶奶媽 如果你試著說輸出的話 很容易 打第二波的時候就有人會死掉 然後沒力 我覺得它通關價的經驗值其實不多 很少 很少 有沒有大家都覺醒成功 大家都要用覺醒嘛 然後就獲得三片 然後這個好像沒辦法一直刷 這邊可以反覆戰鬥 看你缺多少你就開始反覆戰鬥 然後這邊是最高等級值 停止反覆 我看你吧 因為我都還沒啊 一個是40 一個是50 一個是60 那我不知道這遊戲有沒有生心系統 看起來沒看到生心系統 好 我是不是要參加幾次啊 感覺好像兩次是不是 對啊兩次 我還缺一次 沒關係我待會自己打 待會就是我的目 待會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服務給 弄一弄 搞一搞 然後我就變強 然後再覺醒一下 弄一弄 然後之後就是把日常給做完 那我們來打符文地下城吧 符文地下城在這邊 這邊還有奧曼塔 這邊還有奧曼塔 奧曼塔就是打塔的啦 一直推塔嘛 我現在推到第7層 然後每層都會有獎勵啊 總共100層吧 這邊看到是100層 這邊有獎勵表 每10層會給你一個獎勵 我們稍微講一下奧曼塔 好了 10層給獎勵啦 那攻略 攻略是什麼意思啊 一些戰鬥紀錄是不是 一些有玩家玩過的戰鬥紀錄是不是 通關英雄 沒有啊這好像是我自己的欸 這應該是我自己的組合吧 我不知道喔 最近攻略成功隊伍 那應該是其他玩家的齁 其他玩家的 然後這邊是敵人資訊 就是先讓你看一下敵人有什麼技能 然後有什麼角色 那還不錯啊這遊戲 打一場吧 11等而已啦 所以說應該是輕鬆獲勝 直接英偉過去就把他們炸死 哇這關怎麼那麼多複雜地形啊 麻煩 打三隻而已 不OK 反正他們才11等而已啊 你看我這隻奶媽都可以秒殺他們欸 真厲害 好獲勝 欸你不打他還在那邊放無敵 你看AI啊受不了 AI就是這樣 AI只會用固定的攻擊模式吧 好 同關 這個可以一直推啦 推到你不能推為止 反正就100層給你挑戰 100層也是越後面越可怕吧 我覺得 好 那來看一下吧 浮雲地下層 紫色的部分就是一些副本嘛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經濟場上已經講過了 然後裂縫剛剛有講嘛 覺醒溪谷剛剛也有講 我們來看一下浮雲地下層 浮雲地下層過名思義就是要打浮雲啊 就這樣而已 所以他這個遊戲浮雲真的會多到爆炸 本來一開始也送你一堆嘛 那這邊有分兩種浮雲 這個是地震浮雲 石化浮雲 感覺不一定會給你固定的齁 你就要去收集 吸血鬼浮雲 我剛剛吸血鬼浮雲拿五星啊 這個感覺是有體力的 有攻擊回復的 然後加攻擊力加暴擊力加速度 這是25%暈敵人喔 地震浮雲 效果然後防禦 命中 效果抵抗我就不知道是幹嘛 抵抗敵人對你的效果嗎 反擊喔 反擊也不錯啊 OK那我就打個兩場吧 好不好 這邊我應該是要上隊友吧 順便解一下 因為我們要上夥伴啊 夥伴的話要上三次啊 好友 每日要上三次 哇那個好友那個火箭有沒有 衝過去揮下去敵人就死了耶 而且他的移動速度 他的那個出手好高喔 就是他也是 先出手 先出手 每個還是有他的那個出手順序有沒有 我們的出手順序第一隻是這個 這一隻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 然後就有一個女角火箭嘛 火屬性然後劍 然後我是木盾 通常大家都選木盾啊 然後也有部分玩家想要用女生 選女生就選女生 都可以吧 哇他會吸血喔 那他有裝那個是不是 還是他本身就會吸血 還沒有研究那一隻 好這樣就獲得一個三星符文了 所以你會發現一開始拿了一星二星 渣渣啊 呵呵 不怎麼樣啊 後面就是三星四星五星的天下 打一下這個 這一隻打伊夫利特 好難念喔 伊夫利特 伊福 伊夫利特 那我現在忘了上 沒有上我的那個 好友 待會再上好了 反正我待會一定是把日常解完 把今天的日常解完 就玩遊戲 你再怎麼樣沒時間 也是要把日常解完 如果你連日常都解不完的話 這個遊戲 你可能就沒辦法玩 日常就是 趕快趕快完成 就可以去做別的事了 其他就看你有沒有時間要玩 一些劇情啊 主線啊 看你要不要去推他 呦看起來蠻強的喔 這一隻 打起來有點吃力 怎麼打他 你應該打Boss吧 因為我的那個策略是 打血少 所以就剛剛就 把Boss給遺忘了 我是不是死掉兩隻了啊 被那BossKO了 那兩隻都三星的啊 遊戲一定是要五星才搶啊 那只好就四星嘛 那三星不用說 這招要被淘汰 哇好強喔 這隻Boss 他直接把我秒殺了耶 那一招 哇好痛好痛 我自己也會回血啦 我這隻目盾本身會回血 哇一千多耶 我竟然輸了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肉絲 失敗的話 好像也會扣體力耶 然後 我不知道側盾會不會扣 因為剛失敗的話也有經驗值啊 直接換這個60燈的隊員 他是木劍喔 哇 他是木工啊 說錯 綠屬性弓箭 然後也是五星的耶 我這次沒有帶奶媽 看看 就用那個好友 剛剛帶奶媽也是死掉啦 沒有 這什麼東西 放老鷹喔 好帥喔 這遊戲 不錯不錯 就每隻英雄都很有特色啦 然後技能也都是 都不錯這樣 有各自的特色 他移動速度好像是我們最慢的耶 防禦減少 哇好強啊 boss 就是 想不到這才 第二個 boss而已 第二關而已就這麼強耶 你看 都把我滅掉了 什麼鬼啊 哇 這遊戲真的三星不夠力量 三四星真的是 只能靠五星角啦 有沒有看到 五星角就是強 所以你要去抽五星角 抽到之後就開始狂練他們 然後 二三星就不用管了 四星的話先佔用 好 OK 獲得了地震浮穩 有機率可以讓敵人暈絕 暈絕就是暈眩吧 這個遊戲叫暈絕 好 來 來 零取任務 那這些的話 就還好啊 日常這些任務 我覺得你大概花個 認真玩的話 大概20分鐘解完吧 我覺得啦 這些東西20分鐘左右 解完就可以 養生了 看你要幹什麼都可以 這還不能領喔 還是這可以領 那我慢塔我剛爬了一下嘛 那就先這樣吧 體力目前是完全用不完啦 我真的沒有幹過 第四天我從來沒有幹過 可能我玩的時間也沒有說 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這樣 那目前的話 玩起來還是可以的啦 還是可以的一個戰棋遊戲 好 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囉 主要就 藉由日常遊玩 然後講了 裂縫 然後覺醒溪谷 霍雲地下城 還有阿曼塔 把上一期沒有講的部分講一講 上一期本來想要一口氣講 但實在是太花時間了 沒辦法 好的 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再次出眾 一半 可以跟我們一起 我們下期再見 每次準則 雅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